要为重要的事情做打算 那个就是赚到的 这个是严重 对 中国人这个过年还是很有意义 首先就是团聚 有一种家族的凝聚力 很多现在都市化发展太严重了 所以都是小家庭 他只要缺乏这个家庭的凝聚力 他就觉得很孤独 谢谢 所以现在人心理问题的不少 对呀 你假如家族凝聚力够 就是这种天伦 天伦的温情够 就比较可以抚慰 可以缓解他这些问题 假如没有 住在都市丛林里面 心理这些问题又没有排解 19世纪最严重的是心脏病 20世纪最严重的是癌症 这个我相信我们活在这个年代 每个人都有感觉 我小时候没有听过癌症 十几岁 十几岁没听过 你看现在 几乎没有人的家庭里面 没有出现这个问题 几乎不大可能 现在21世纪最严重的是忧郁症 他这里面有一个变化了 前面两个世纪是身体 接下来这个世纪是心理 身体 基本上他自己最痛苦 心理的话 是全家人都要担忧他 因为心理你不知道 他什么时候会转变过来 那个担心起来是很厉害 我们所接触到的 十几岁就有忧郁症了 你不把他转过来 他后面的路不好走 你看这个孩子 没有笑那个脸就是 嘴角都往上翘 他不可能 他可能以后可以帮助治疗忧郁症 这个王老师他是台湾 刚好他带四个孩子 过来跟我一起过年 结果辛苦他们了 变成接待主的 他是四个孩子 这都是他的孩子 我在台湾没有遇过生四个孩子 我说你为什么生这么多个 他说孩子很可爱 我听当妈妈的时候孩子很可爱 不是很多 他是大儿子两岁的时候 开始听到老和尚讲经 然后老和尚很重视胎教 应光大师也重视胎教 所以他后面三个孩子 都是从胎里就开始教育的 性情很温和 他们是一年半前来我这待了一个月 这次又来一个月 因为现在免签是一个月 因为现在免签是一个月 不是免签嘛 是落地免签 可是问题是你要延长 不容易给你延长 所以他们就来一个月 我跟他们相处快两个月 我没见过他们有情绪 四个孩子都是这样 所以像我母亲现在八十三岁了 看起来就是精神面貌 还是比较没有那么老 最重要的就是 没有给孩子漏着 没有给孩子操心到 其实当父母的最伤的就是 被孩子的事在那里 一直在那里担心 所以我想这个王老师以后 晚年会很好命 孩子 人生还是有舍有得 有取舍 他是硕士毕业 而且他读的那个科系是 生化方面 很好找工作 收入也很好 但是你要照顾孩子的话 那你工作就要放下了 但是他们家 命理有始终需有 该是他们家的福安 不会跑掉 一个人赚跟两个人赚 其实命中是一样的 赚钱是一个机缘 真正的因是你 积了多少福报 所以财不失得财富 他可以证明 我自己的姐姐也可以证明 我姐姐 我们家三个孩子 都把公务人员辞掉 我们家老大是 在台北捷运工作 他是读交通管理的 可是到怀孕了 还没生 他就辞了 我们家老二 他是师范大学 台湾师范大学教授 他一开始是当老师 后来想读博士就辞了 辞了工作 读了博士又回来教书了 回师大教书了 教到四十几岁 快五十岁了 他也是教授了 又辞掉了 现在已经出家了 我二姐也出家了 去年出家了 我是当老师后来辞掉了 那我大姐 她辞了 就她先生赚钱 她有时候 因为当家庭主妇 也没花什么钱 还拿钱给我捐 结果后来她先生 越赚越多 赚了不少 而且我姐姐还有一次 她去买东西 结果那个商场刚好 刚开幕 就有抽奖 她买了 写一写就丢进去了 后来通知 她抽到第一奖 一台车子 你看 当家庭主妇 还可以抽到车子 其实她有那个福报 跑不掉 所以人世间 要看得破 看得明白 不然 这种社会 这样攀比来攀比去 你会很多烦恼 所以 因为她 担忧的事情多了 你比方说 她担忧一天两天没问题 担忧一天两 一年两年 她还扛得住 你让她超新超过 十年二十年 她就扛不住了 她会 突然 其实那个不是突然 它是长期 有一个词 叫 压死骆驼的 最后一根稻草 其实就是那个意思 但是现在的人 对自己不敏锐 对别人也不敏锐 那为什么不敏锐呢 因为她生活的节奏太快了 生活好像每天 不知道忙什么 连当学生就很忙 可能马来西亚还好一点点 在大陆啊 现在小学生呢 写作业要写到十一点多啊 他很早又去学校 你看他每天好像打仗一样 然后越来越 小学出中 越来越加码 越来越厉害 然后每天赶赶赶 快快快起床 快快吃饭 快快快坐车啦 那人都处在有压力 或者是紧张的状况 他静不下心 心静不下来 看不到自己的状况 也感受不到别人的状况 我2019年 刚好到新加坡讲课 下了飞机呢 这个同修来载我 开车 在车上呢 他给我讲了一件事 他说我有一个邻居啊 的孩子 19岁 就自杀了 他的父母 一个男孩 他的父母 对大家说 他的孩子 突然自杀了 这个是那个同修 转述给我的故事吗 我说你 你这一句话 有问题 一个人不会突然自杀了 可是这个话 是出自他的父母 代表什么 代表他的父母 都不知道他为什么自杀 也代表他的父母 其实不能感受到 这个孩子的状态 甚至于父母已经 太初心了 一个人 他的心情的变化 那么大 父母都感觉不到 所以我们现在人就 感知力就在退上 你看当妈妈的人 那个孩子出生了 妈妈敏锐到什么 都是第一时间知道孩子哭了 其他人都没感觉 他都知道 因为我 我姐姐 那个孩子一生 都住在我们家 所以我有观察到这些现象 比方说在吃饭 我姐姐突然就 站起来 往房间走 我还搞不清楚发生什么事 慢半拍 孩子哭了 妈妈都是第一时间知道 还有一个情况 比方说学讲话 压压学语 讲半天 我一句都没听懂 都是他妈妈翻译的 你看 为什么我听不懂 我耳朵比我姐应该好 他大我三岁了 可是为什么 孩子讲的话他都懂 那个是用心在听的 不只是用耳朵 可是你看 本来父母子女的 关系是这么轻密 这么敏锐 怎么到后面变成 他都要自杀了 都不知道 突然自杀了 所以我们都在变 我们随着岁月 都一直在变了 不只是变老 我们的 智慧 是变高了 还是变低了 心是变细了 还是变粗了 变敏锐了 还是变麻木了 这个 这个人生 人生没有从来一次的机会 所以 虽然我们又迎来新的一年 但是要以崭新的心 心情来迎接比较好 不能又稀里糊涂 过了一年 比方说我们说 我过去一年 是进步还是退步 人生 什么都带不走 什么都是假的 这个不是消极 这是看清楚人生 身体都带不走 身外之物 怎么可能带得走 可是这一点看不破 心上的累赘就越来越多 身外之物 你会牵挂很多东西 我曾经听那个 当过虚云老上的侍者 虚云老上活到120岁 这是明初三大高深之一 他有讲了一段话 我印象很深 有一些话 你听一次你就不会忘 他说一个人 假如看清楚人生的最后一刻 再来经营人生 会不一样 可是这一句话 重点在看清楚了 我相信人生最后一个 没有人没看过 为什么 因为我们有离去的青人 甚至于我们看电视 常常会有这样的戏 是吧 在医院里面 最后一刻 可是问题是我们看清楚没有 双手双脚一摊 啥也没带走 看清楚了以后会思考 几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 什么都带不走 到底什么带得走 真的东西才带得走 假的东西带不走 假的都是梦幻泡影 所以佛讲了22年 讲什么 讲般若经 一个主题讲了22年 你看它有多重要 而且讲这22年前面 已经讲了20年 先铺垫 最后讲波罗 大波罗经讲了22年 可能讲大波罗经 你们不熟悉 讲一部经 你们就知道 叫金刚经 金刚经就是 波罗经的精华 炫瑜你听过金刚经吗 听过吗 你看金刚经有几句话 你们应该比较有听过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露亦如电 阴作如是观 金刚经还有一句很有名 是六祖大师在这里开悟的 就是因无所住 而生其性 就是在这里开悟的 还有凡所有相 皆是虚妄 其中还有一句 可能你们没听过 但是对我们很重要 叫过去心不可得 现在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这三句话已经把人所有的烦恼都讲在里面了 我们只要观察自己生烦恼 脑海里一定想这三个部分 你想过去的事 会生烦恼 会烦恼 会后悔 会生气 他怎么跟我 这个态度对我讲话 其实都已经过去 人之所以生烦恼 就是拾了相 执着 那个境界 那个人的表情 他讲的话 就拾了 所以金刚经说 不取余相 就是劝我们不要作相 大家 今年要变得敏锐一点 要爱自己一点 不要让自己陷在烦恼里面 要观察 人在烦恼当中 你的脑海里浮现什么 有些就是担心未来 那个就是未来心不可得 未来烦恼出现的 都是在绕这些东西 比方说 我今天要不要去吃饭 这叫现在烦恼 我今天要不要去见陈德法师 有点想去 有点不想去 这都是烦恼 这抉择 你包含人家 今天打一通电话 你要不要来 你要不要做这个事业 你的现在烦恼就出现了 因为你在那里 举棋不定 在那里 犹豫不决 但是你心里有佛法 你有绝照 你就不烦恼 你面对未来会怎么样 欲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但行好事 莫问前程 一切都是因果 没有什么好 担心未来 我当下每个念头 一言一行都是对的 未来一定好 所以人会担心未来 但是 他就是未来 这种未知数 他怕控制不了 未来 他就担心了 其实人世间 没有什么能控制的 只能控制自己的心 别人你控制不了 你想控制别人 就是你痛苦的开始 别人的心你怎么控制得了 他又怎么想你控制不了 所以 对啊 我们都控制不了自己 还控制别人 所以要看得破 放得下 看破什么 你只是你儿子 人生的配角 他是主角 打一个比喻 他在开车 你刚好坐在他 旁边 你不能帮他踩油门 是吧 你要去帮他踩油门 车子会出状况 是吧 你只能告诉他 开慢一点 开慢一点 但是他要不要慢 你也控制不了 你只能提醒他 你不可能控制他 这一点 大家都看懂之后 你会减少很多烦恼 不然我们会犯一个烦恼 叫黄帝不吉 吉时太贱 这个是一个比喻 我看换一个词比较好 哪一个词可以取代这个词 Google一下 好 看看有没有同一词 这个人生这些句子 有没有味道 我们不只要评察 评了 这个经典留下来这些话 过去心不可得 未来心不可得 评这一句 黄帝不吉 吉时太监 那还继续吉吗 什么太监 黄帝不做了 这个人做 这个台 这个 黄帝不吉时太监 但是这几个词味道不太一样 你平一平 黄帝不吉时太监 是 那个主要的人不着急 其他人 哇 看不下去了 那起人忧天 他比较是个人 自己去找 就没事找事来烦恼 这是起人忧天 还有一个词叫 庸人治老 那这个前面还有一句 天下本无事 庸人治老 甚至于你用佛家的话讲 事事是好事 哇 你看翻更高的境界 不只不要庸人治老 还可以事事是好事 这个做得到 随缘妙用 你随每一个人 妙在哪 妙在你随这个缘 你自己会提升 别人也会提升 比方 我举个例子 你儿子挺好的 但是因为他坐我旁边 我就for example的讲他 我只是for example 比方说 今天你儿子心情不好 突然 你讲了一句话 刚好变导火线了 他发飙了 他发脾气 讲了 发了一顿脾气 这个时候你当妈妈的 你呢 没有被他影响 大家要注意 人跟人相处 你不被他影响 他就被你影响 当然是好的影响 一般不好的影响 比方说一个人情绪了 另外一个人也被他调动情绪 两个人就互相 发脾气 不欢和善 那这个都不好了 但是你看呢 有人发脾气了 比方说你很有觉性 我才讲这一句话 他怎么发那么大脾气 其中必有缘故 是吧 可能他最近的情绪一直积 一直积 积到刚好 被我踩到这个导火线 那个时间刚刚好 到我踩到 对 所以你看呢 你这么一想 你就体恤他 而不是莫名其妙 我讲这个又没有怎么样 你看 人就在这些境界当中 你是用觉性的话 你看他发完脾气 你不止没生气 还端了一杯 他喜欢喝的卡布奇诺 给他喝 你不止没有生气 你还这样对待他 人的善根就起来了 他过个半小时 妈对不起 我刚刚一时控制不了情绪 没关系 没关系 情绪发出来比较好 妈妈这段时间 没有很好关心你 是我不对 你看 你看一个发脾气 转转转 转成 所以讲话的语气 讲话是智慧 所以你看 一个孩子发脾气 也不是坏事 你看这个母亲有修养 他就可以转法轮 佛法那个转法轮 你们不是只是去这样转转转 自己的生命中可以转法轮 善根深厚 这个妹妹善根深厚 你要护士好她 她这一生可以去做佛 她现在还在这个世间 可以行不上道 可能是我们 你把那个菩萨士德 那个老和尚有讲 我也有分享 可以发给他听 随缘妙用 他现在讲的说 言语叫 柔和直直设身德 言语柔和 真诚 可以设受众生 对啊 所以我们要去护念一些 原成熟的 不要去召集 原还没成熟的 是吧 急不来 急不来啊 一切时间 一切事都有时节因缘 所以佛菩萨很有耐性 等我们好几年 好几世了 都跟在旁边找机会 我们要学佛菩萨 不着急 随顺应缘 那自己要急 对 自己要积极 精进 但是也不能着急 有些人修行 哎呀 我怎么又有这么多烦恼 他跟自己生计 也不行 什么事情 循序渐精 不可超之过急 若要功夫身 铁楚磨成绣花针 修行没有捷径 得要老实念佛 老实修行 那佛 哪有说念十分钟 烦恼都扶住了 不可能的 一定要 很老实的 甚至于每天都要固定 时间要念佛 那平常 这个不动脑的时候 要念佛 比方说摘一个菜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是吧 你不用动脑嘛 你就可以念 要动脑了 那也是用真心去思维 你不能一动脑就烦恼一堆 那也不行 你把念佛的功夫都打断了 连处理事情 都是用真心去思维 这样你功夫就 慢慢就连成一片 老实上说念佛 这个念字是什么 金心 心上真有佛 想念佛 你心上都有真诚慈悲 你就在念佛 你生活是念佛 工作是念佛 我们都存着去利益别人的心 你做什么事都是在念佛 所以炫雨 你自己开店 你都想着顾客 想着员工 这个也是在念佛 佛法是圆融的 佛法不是狭隘的 是心去做佛 你慈悲心就是佛心 但是真心要练 不是一下子就练出真心来了 我今年要念念为人想 你在做的时候 不知不觉 又把自己想在前面 不对了 为人家想 比方说 你为对 很为他着想 他还不领情 你说算了 国有旅动兵 你看考验又来了 还是 不行不行 我还是要念 我要无条件的为人家想 会说那一句国有旅动兵的 就是他有求人家回报了 人家一点回报都没有 他就生气了 所以要用无求的心去 为人 这个叫修行 因为你有求的心去为人 你就有求不得的痛苦回来 好 你妹妹善根深厚 他过去生 有学佛 他思维问题 他会从因果去思维 什么事都没离开因果两次 大家有没有要问我的问题 你们跑这么远来 来 请说 好 那你们先聊聊 或者你们可以把问题汇整 汇整 待会我们一起探讨 大家要有信心 有佛法就有办法 人世间没有处理不了的问题 都有方法 怕的是你有没有那个决心 还有有那个毅力才行 因为问题冰冻三死 非一日之海 你要解决它 你不可能说我一天就好 比方说我们生的重病了 然后告诉那个医生 你开一副给我一次就好的药 我看他也开不出来 他假如开得出来就是你被骗了 不可能的事情 每个人的人生都有每一个人对自己所做同一部责任 而且是他自己的因果 对 对 他的因缘 对 但这里面就有一个关键点 就是我们是用我们的人生去看 还是你随时可以换位置到 用他的状态来看 那他因缘不一样 我们以前是想的 我们这个问题是这么简单的解决 但是对他们来说 你们都是垃圾 因为他们原来也不一样 所以我们要看待他们的原来 对 对 他为什么会这么看 为什么会这么想 你能理解 这样就没有带勾了 你不能理解人的 公说公有礼 婆说婆有礼 很好啊 是我们做父母肯定是情长孩子 我们是保护到他好好 希望他必要有这个 但是 那个是他的因缘 就好像 对 我们不知道他以前做了什么东西 我们不能不去想 我要你这样 我要你这样 对 因为我们就是小孩 就修行就是 你在这些静缘 你在这些人与人的关系当中修 但是修不是修别人 修自己的心 比方 跟子女之间 你就修什么 修放下 控制要求 我们的人生 大他们一倍 你就很容易 不可以这样 不可以那样 那就要修不要去控制 对啊 而且不是你辛苦 他也辛苦 这个物理学叫作用力跟反作用力 一样的 我是这样问你 因为我也是用了很多方法 我还是简直是说 他要做什么 我放 我只能够告诉你 你感到 你所做的作品 你要对自己 对啊 对啊 因为我 你在外面餐的时候 我会跟他一起 我都不知道他为什么 对 所以你感到 你自己所决定的东西 自己对自己 对啊 对啊 这个可以录吗 你们可以拿回去张考 因为有时候论理它是一瞬间的因缘 好像他有这个体会很难得 因为我说了很多方法 因为台队每一个阶段都有它灭气 我试过用软 我试过用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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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我最终还是觉得忍是比较多 等到当上了 那个火光过了 那我的人光才拿出来 那个是可能他是那孩子 他还领悟不到我的义书 那这个挤不来 挤不来 挤不来 但是我可以相信 最基本在他的潜意识 已经把我的话题进去 在他的database里面有 所以是说 我是一个又软又阴又潮 现在我用人 但这个人 有可以见到有效果 那个人也有功夫浅身 很深 一定到经历 你讲了到底了 原来就是还不够深 我以为 深就是深不可测才叫深 没有底 可是我是一个很傲高的人 其实我今天可以忍一下 我觉得我自己其实很深 哦 很深啊 但是你要以佛陀为榜样 嗯 不能以自己 我已经很忍了 没有 我会告诉你 其实有些东西是不需要忍 嗯 有些东西 有些东西是可以忍 有些东西是不可以忍的 什么东西是不可以忍 不可以的 那就是说我们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底线 哦 那修行要修到没有底线 我知道 我现在 虽然还没有修行到 像这个小时一样 但是我会告诉我自己的问题 所以其实我自己本身是认为忍 看我在哪一个上面的忍 如果我的忍 就是对大家都没有伤害到本身的不可以 如果我那个不忍 有伤害到对方或者自己本身的 我也会忍 真的是再来我的不忍 我就是跟你讲道理 嗯 因为每个人都有每一个人 可是你讲忍不了 忍不了的时候 讲的道理效果好不好 我会把那个问题拿去 我把问题丢给给你 你这次去想 我需要认为 你去想了 那个问题是你的问题 还是你的问题 你想了 你来人跟我讲 如果你不认为那个问题是你的 我已经给你指导了 我在忍 我已经把他说话小事 我给你 我把你的问题都给你 你认为我需要这样的问题吗 如果你找到答案 跟我讲 我认为你的答案对 我可以 嗯 嗯 我是这样子想啊 因为就算我要修设的方式 那个是你处理事情的方式 因为很多问题是 我是跟这个讲是 其实你讲什么 我可以这边听 我会必须要跟着你 其实你看我们现在探讨的是一种境界 的一种情境 我实在忍不了了 那我要跟你讲 然后可能我把问题抛回去给你 这个都是四项上 佛法呢 讲的是彻底的 根本 根本就是自己的心 你在处理这个过程 你有没有心平气和 这个才是更根本的东西 因为佛讲了 一切法从心相生 所以是你的心变现了这个宇宙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一个 策法原理的真理 但是我们并不是 在这样的真理里面去思维 因为我们很强烈的 我是我 你是你 我相 人相 就产生了 这个就是金刚经讲的 你就容易产生对立 产生分别 分别执着就开始发展 你就是在烦恼里面的 所以为什么佛法讲 你烦恼的根源就是我直 你有这个我 那个才是烦恼的根源 你不斩草除根啊 春风吹又生 所以刚刚妹妹讲了一句话 我的人是有底线的 那个我 出现的 对 对啊 你把那个我砍断的时候你就自在了 没底线了 因为现在还有我 住在那里 对 还是诸多自己先 就是你 你会从这个我会延伸出很多 你的一种 心态啊 思维啊 就是从这里延伸出来了 要心 还要心 我他很不简单的 一点他 讲的有道理他就能接受 要心 因为我还有 附和 轮回从我直来了 对啊 还要心 还要心 我举个例子 因为刚刚我们说忍 忍是有程度的 尘世深浅 你用压的那个叫利忍 你压久了会爆出来的 那个是症状 暂时可用 你不可以一直用 用到最后会爆的 没爆出来会变忧郁症 爆出来会得心脏病 常常爆的人那个心脏伤害很大 心跳都会加速 哇 你看人发完怒之后 那个 暴怒也伤肝伤心 那忍 黄念主老居士 你可以记一下 我把这些资料寄给你 黄念老 他讲六人 第一个是利忍 第二个是妄忍 宰相助你能撑传 他没放在心上 他就不容易借题发挥了 人要生气的时候 往往掉了以前的 data 以前的资料档案 是吧 对对 发出了 你着了过去那个像 然后开始了 那第二个就是你不放心上就不容易生气了 第三个是凡人 反省自己 一个巴掌拍不下 我跟他争吵了 有没有我不足的地方 你一觉得自己有错 气就不会一直往上降 这叫凡人 第四叫观人 观就是我们刚刚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我举一个比喻 比方说你上个礼拜 有没有看过电视节目 连续剧啊或者电影有没有 有了 好 你上礼拜看 看完之后 那一件事有没有 一直让你很痛苦烦恼 不会 为什么 因为你知道那是戏 你知道那是假的 所以你不会放心上 你现在也是戏 对 对啊 现在也是假的 像做梦一样 所以就跟梦 就跟电视剧 你看电视假的 所以你没放心上 梦是假的 一般你不放心上 我们现在就是太当真了 陷进去 对啊 对啊 所以这个是观 你能观察到都是假的 都是梦境 梦幻泡影 你就不会陷进去 这个是观人 而这个观字呢 我还有另外一个体会 就是 你不着在这个人的行为 错误 你观察 他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哦 原来他有他的家庭背景 有他遇到的缘 他才变成这样 他不会突然变成一个恶人 那你去看他的姻缘 那你就会怜悯他 你看他的过去 你会怜悯他 你看他的未来 也会怜悯他 因为他继续这样下去 他要到三二道去报告 所以你气不起来了 你观察他的过去 你会怜悯他 你观察他的未来 你也会怜悯他 因为他继续这样 他一定跺三二道 因为他造业了 只有到那里受报啊 第五是习忍 哎呦 忍还能高兴哦 为什么 我们转变一个心 就是 鲁家叫千卦六窑阶级 鲁家一经有六十四卦 有一卦是全部吉祥 就谦虚 你就把自己当学生 其他的人都是老师 他来提醒我什么 他来提醒我的内心 还有哪些烦恼 你就不会生他气了 你会感谢他 哎呦 没有他出现 我不知道 我还有这些没有放下 你就活在一个 所有的人都是来成就你的 你就高兴了 你不可能跟任何人对立 这个是习忍 你看他每一个用法都很有味道 第六个叫慈忍 慈悲 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 这个都是真的 新加坡 有一对夫妻感情不错 然后呢 这个先生呢 就赞叹太太 我太太 性情很好 我这一生 很有福报 娶到她 我母亲错怪她 我太太还跪下来 给我母亲道歉 我当时就问在场 这些女士 结婚的女士 我说你 你被错怪了 还跪下来 给婆婆道歉 你们做得到吗 你说错怪了 不生气就很好了 还跪下来道歉 她也不行 做不到 那这个女士就说了 因为她先生的意思是说 有一点舍不得 你看 我太太被错怪了 还跪下来道歉 很委屈她 她太太说一点都不委屈 你看我婆婆 帮我照顾家庭 还带小孩 家有一老 卢有一宝 我们感恩她 她年纪大了 一生气 多伤身 我一跪下来 她气就下来了 她的念头在哪 她的念头在对方 没有在自己 所以男 男在哪 男在有我 所以跪不下来 没有我了 为婆婆健康了 她就跪下来 但是人世间没有吃亏 也没有占便宜的 你看她跪下来 好像吃亏 过两天 婆婆错怪她 你把我那衣服 放哪里去了 过两天 她自己找到了 不好意思 这样的媳妇去哪里找 错怪她了 她还给我下跪 那不就 这个媳妇不就变女儿了吗 婆婆不就变妈妈了吗 对啊 所以人不能计较一死 利忍 凡忍 关忍 习忍 高兴 每个人都来成就自己了 慈 慈悲 第一个是利忍 第二个是妄忍 妄忌的 宰相度里能生传 不放心上 有啊 你看有些人就比较大额化 算了算了 度量比较大 不会计较 那你不得了了 你这一生可以去做佛了 真的啊 我们本来就是佛啊 去做佛是正常的 不敢不敢 一起切磋切磋 这个佛法真的是能解决问题的 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 其实就讲一点 我们比喻就知道 没有不能解决的问题 比方 一个人生病了 只要你知道他的病因出在哪 你下的药又对 那怎么可能不能解决 他慢慢慢慢就改善了 就解决了 有些病了二十年 你当然 要时间长一点 这正常 要也要到位才行 那你看 生病一样 人的心理的问题 也是一样 你只要用对方法了 他就慢慢改善 其实心理跟生理是分不开的 他暴怒 伤肝 肝 社会是复杂 但你没有办法控制它 你就以不变 应万变了 我们掌握 做人的原理原则 因为我对我所看 身边的朋友 十个有九个都有三个 只是他的心理病 其实他的重点 是在哪一个重点 产生他有这个心理病 如果能够找出他那个重点 因为我这件事情 才表示到我有心理病 对啊 没错 你才能化开他的心结 我是这样子决定的 哇 你看 十个有九个有心理病 因为包括我三个有心理 哇 那你可以帮助的人很多 因为我知道 现在我的问题 我知道 那你的宝剑要出窍才行 会剑 不是 老师 我是讲究 真的啊 真的心理化 我现在在找着 我的那一个点 如果我那一个点 如果找到出来 我需要看什么 我需要看什么 一定 解灵还需细灵人 医生不一定能找得到 我也感受 在座每一位 都有细灵 包含我 或多或少 不是 真的啊 因为法师 你会有你的 神经的我 我们好像是不能够 对 每个人 我还没有书到 我能够看到你 不是不是 我不是这样子讲 对 好像是那种 或多或少 对 他们的是重 还是弃 对了 没错 我自己承认 我的时候很重 但是我能够用我自己的 我控制他 不用给他再放 但是我控制不了的时候 我会释放我自己 那你 我只是看 看手机 但是你现在用的是症状解 不是根本解 对 因为我还没有真正找到我那个点 到底这个点 对我这个伤害有多分 哦 他这个病跟时间久 这个病跟我很久 但是我可以不用药物控制 我用我的潜意识去控制他 那他的性格 一致力强 你看 我第一次跟他见面 但是 人的言语 行为 是离不开心 所以他会有这个行为 就跟他的心情相应 每天我一天滑 一天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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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很多事说开了 没什么玄妙 只是你的心要能静到 就看到他的心 你就知道了 心形一如门 行为跟心分不开 但是这个意识力太强 我也怕他 我是差不多二十年了 我去看女生女生 时间使用我试料 我只是告诉女生 你只要症状解 就会有副作用 你吃药 你身体一定受损 我讲个例子 我们有一个同仁 我就说 你跟人家交朋友 我感觉你好像不能深交 那是可以感觉到的 后来他二十多岁了 他说我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有一个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 用现在的话叫闺蜜 这个都是最近才有的名词 突然有一件事 两个人就很不愉快 后来就不见面了 他觉得他被伤到了 十几年前的事情 所以他伤到了 如果他那个伤没有调整好 就一直在影响他 所以我一观察他跟人交往 交不深入 但我要跟他聊 我还是知道原因说在哪里 就找得到了 所以这个就要被你自己也要能去走 或者有机会我们喝茶的时候 你聊聊聊 我也是跟这个同仁聊 我把他提醒他 而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我们每一个人 你经历的每一件事 你是增长了智慧 还是增长了心结 同一件事 给你的受用差别非常大 你寄取教训 你得到人生的阅历 启示 你 产生的心理的 这些情绪障碍了 他就变成你心上的负担 所以经一世要长一致 我现在观察 能做到这样的人不太多 一般的人是经一世长一怕 我下次不这么付出了 我下次不这么干了 就是去驾到 对啊 但是你这个不化开 它一直就是你心上的一个结 甚至是一个坎都有可能 所以有些人感情世界 这感情世界不一定是男女 是吧 他亲人朋友 这都属于感情 他只要经历过之后 没有整理好 其实都在他的心里在影响他 那这个就牵扯到了 我们人能不能 都是积极乐观正向去面对每一件事情 那你是这么样就事事是好事了 就没有坏事了 那没有坏事你心里怎么会有那么多东西 不会了 心里都是感恩心 所以佛家有一个词很重要 烦恼即菩提 你一念转过来他就变智慧 你转不过来他就一直是烦恼 那比方我们现在现场实验 怎么转烦恼为菩提 是吧 不然也是一个理论 理事不恶 你们现在有没有很深的烦恼 马上端桌上来转成菩提 愿意的 有没有 那一天有一个学生 他问我一个问题 他说我写程式 电脑程式 或者再打一个档案 写了少半天 突然当机了 他 要不懊恼 是吧 哎呀气死我了 写那么久我还得重来 你看都在烦恼里面 转个念头 继续教训 对啊 他积极面就开始了 他就经一试就长一致了 哎呦喂 下一次 打个十分钟五分钟就要 存一下 不会有后面这个影响 失眠啊好 这个好问题 good question 你看 他假如悟性再高 他就从打电脑这件事 把他用到一切出去 这个就是心法 你的心会面对一个电脑 你的心也会面对人事物 你都可以从这件事 体会到一种心法 就是面对已经发生的事 不要懊恼 请问我们难道只为了电脑会懊恼吗 你说佛法好不好用 很好用啊 这叫转烦恼为不提 好 那我们呢 佛讲了四十九年的经 应光大师整理成两句话 我感觉很好用 佛讲 从四上 所讲跟四有关的 不离两个字 因果 从理上讲 理是讲心性 不离 好就从理上讲不离心性两个字 佛就是在告诉我们 你的真心是什么 你的妄心是什么 妄心要把它放下 你的真心就会恢复了 就是讲这个 但从四向就是不离因果 比方说他现在 问 失眠怎么办 失眠是个结果 你要把原因找到 有身体的原因 我也曾经 失眠了 失眠了 很痛苦啊 你呢 翻了翻了 十二点了 翻了翻了 一点半了 翻了翻了三点 今天又game over了 那种 那种日子啊 很痛苦啊 而且你明天还有任务的话 你的精神怎么提振起来 那 失眠 一天两天三天还好 你只要一个月两个月 那真的 疯掉都不错了 那个日子不好好啊 是我一年了 那这一年了 我从2022年开始 到2022年到现在 我是很专家的学习 但是我是 我失眠了我灭活 灭活 然后我就接一天 所以你看我的精神就是 你那个气啊 下不去 从生理上来讲 你那个气都往上 气往上呢 脑子进不下来 你躺在床上啊 他还在run 今天都用computer的 语言 run 还是继续在跑啊 对啊 哦 马上祈祷 出来了 多念佛可能会好多 好 我们现在解决问题 都要多管齐下 就是双管不过了 要多管 哈哈 从 从 大分三种 身 心 还有灵 灵性 比方说身 那你现在身体失衡了 那你要用中医调理了 哦 比方说这个针 扎在你的百会穴 可能你就会想睡觉 哦 那个 我们都有朋友 去遇到那个厉害的医生 哇 他也是很难睡觉 回去睡了好几天 哦 那这个就是 对他的症 不管是药物啊 还是针灸啊 这些治疗 对 对 不然你那个虚火太旺了 也很难睡觉 哦 这个去找一个好的医生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心 你 你常常会 想的 会担忧的 烦恼的 常常都会提起来的事 你要学着放下 是吧 是吧 而且呢 要调整 睡觉以前 不要处理事 睡觉以前 不要刷手机 真的 为什么 电视 就是说 就是说 你不能 就是你要去感觉 那个看不到的东西 那个电视 那个磁波 或者手机的磁波 它对人都有影响 所以你睡前 一直看这些东西的话 就是魂啊 肝肠魂 你那个魂都飘在外面 拉不回来了 当然很难睡觉咯 哦 所以你看我们分析的一些 原因 你就要 都要从这些地方 去改善 哇 你看现在 不只是小孩啊 大人也玩 游戏啊 搞到 搞到两三点 那个恶性熊晚 就不好睡觉了 日夜颠倒 那没办法 你这样会恶性熊晚 哦 你看 这个 好多方法 这个 睡觉前要调整好状况 你比方说念念佛 默念 打打坐 念念佛 你打坐的时候 你打坐的时候心里就 念佛号 然后呢 深呼吸 人深呼吸啊 心比较容易平静下来 要魂比较回得来 三魂七魄 对 三魂七魄 到家讲了三魂七魄 甚至于你 甚至于你 不只是睡前呢 要深呼吸 你平常呢 就要记住呢 多提醒自己 动作要放缓 呼吸 加深 因为你常常不能放缓 你就处于一种 比较不安定的状况 比较急的状况 虽然看你一天好像做了不少事 但是你那个身心的状况就一直急 等你上床的时候 那个状态 还是比较 比较不安定的状况 你就不好睡觉了 所以这个都要 你讲话要放慢 走路放慢 让自己缓和缓和 生理会影响心 心又会影响生理 做不到啊 那要想方法咯 讲我 好 那我再跟你妈妈商量商量 你比方说 现在的一句话叫 配套措施 配套措施啊 比方说配套 就是你妈妈 在家里面看得到的地方 就给她写着 啊 缓下来 做不到啊 你现在要给她一点信心 你还要一直给下去 你不能给一段时间说 我不给你了 听是从 听到女儿 这一段话 就是你修行的重点 我刚刚跟你说的 没错吧 我刚刚跟她说 不要先提别人 要提升自己 我们要护念别人 要有护念的本钱 是吧 对方不信任你 不配合你 你怎么会护念他 你一出口 她心里想 五十步还要笑我百步 是 是 这个经典都有说话 论语说 君子信而后见 他信任你 你才好劝他 不然你变远了 甚至就说错话了 好心做坏事的 对啊 不够信任的 你一劝他 他觉得你看他不顺眼 所以我们华人讲交情 交情深 讲什么没问题 交情不够 讲什么都错 是吧 交情够深了 你讲什么 他觉得你为他好 嗯 这个就是要看缘分 深有深的缘 钱有浅的缘 好 深 心 那心上 哇 那这个就多了 那这个 你要记住四个字 理得心安 心安理得 所以当你有一件事放不下的时候 你在担忧这个事的时候 你能不能提起相应的 真理 相应的精教 来调伏他 比方说我刚刚取的 一个人都在担忧未来 他的心也是一直在烦恼 可是当他 提起来 预知将来结果 只问现在功夫 他就比较容易把心 安在当下了 因为担忧未来 对他一点帮助都没有 好 不是一提就放下了 也不是这样 你还要 一直 熏悉 听经 你听的变数越多 你在境界里面容易提起来 古人说 三日不读书 面目可真 你三天不读书 心情不好 看起来 就好像人家欠你很多钱 古人可以撑三天 我们能撑多久 但现在问题来了 人越忙 越不听经 越不看书 恶性循环 你们怎么都互相看来看去的 对啊 所以我们跳不出恶性循环 所以你一清楚了 清楚自己的状况 知道怎么去调整自己的身心 这个就很重要 那要理得心安的 那就要 有空就听经 您现在这个问题是 为自己问的还是为妈妈问的 不能什么 他们两个balance一下 你们很好命哦 这个女儿挺孝顺的 那这个 刚刚讲到这个心 那 你要常常听经 然后你的正念呢 比较能提起来 比较难保持 好 那这个原理原则 讲到这里了 因为事项千差万别 再来就是灵 灵性的部分 我们人啊 都有业力 业力现前的时候啊 做不了主 好 那个业力现前啊 有些人想改脾气 改不了 好 他遇到那个情境的时候 他就忍不住 事后他也后悔 他忍不住 这就是他的业力 好 那个 比方说 身重病 那个都有业力 哦 还有 你看 年轻人 那个男女关系啊 都有业力 所以 离婚率啊 有些地方 有些省份 七成 超过七成 你说结的时候 谁 谁想说 我结了我一定会离婚 没有人这样想 为什么后面那么高 因为都有过去生的业在那里 所以要懂得 化解 过去今生的业力 不然呢 你会控制不住自己 你比方说 看手机 忍不住 那有时候就是 冤亲在主 看你现在气比较弱了 他就让你停不下来 他就让你停不下来 你就会 一直这样 那你一直睡不着 你会一直 很痛苦 这个有 有时候会有这些干扰在 这看不到 但他存在 我们见过很多那个 比方说 比方说杀鸡的 那个都有业力在 一直在聚 我们家对面那个菜市场 有个卖鸡的 哇 那整个脸啊 鼻子都垂下来 跟鸡一样 那些业力一直在聚 所以要多念佛 多鸡功累得啊 这个业力就能化掉 然后呢 比方说你念佛的时候 这无形当中呢 佛菩萨会加持你 业障会消除 福会会增长 每天回向给 累世今生的冤心在主 这个就是把叶化掉 忏悔 这个都是能把叶化解掉的方法 你们有没有见过有人认知到自己的问题 痛哭流滴 很真诚 痛哭流滴 哭完之后啊 你看他的脸色不一样 他本来就是 很多事纠结 后来他自己颤出来 马上脸 脸色就变了 就那个忏悔的力量 还是很大 从身心灵 那你身体有问题 离不开 过去今生的杀业 伤害众生嘛 因为无微不失得健康长寿 现在我们身体不好 就是过去可能 有伤害到众生 所以这个时候可以做一些放生 然后尽量能吃素 就不要跟众生再结恶缘 这都是方法 像我每一次回向其中有一条 累世今生杀害伤害过的众生 就每一次只要回向都会念 当然念也要很真诚 念就很好 好 那这个 还有问题吗 好 那我最后跟 这个我再发给你们做参考